看一下雲端的 不用軟體的你大概可以做哪些 首先第一個 處理照片 處理照片應該是現在很常用的一個 很常用的一個 各位你可以先到我們這個網址 這叫web in pen 那麼這個 在Photoshop裡面是到PhotoshopCS5之後的功能 中文翻的不錯 叫做內容感知 很有藝術氣息 但是你不太容易了解 簡單講就是可以把一些 你不要背景去掉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原本有一個塔 你把你不要的地方把它 Mark起來 然後呢 第三個步驟就清掉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去很多一些點點 你可能會 拍到一些不必要的人事物對不對 那你不可能說 你要拍照的時候還要清場吧 沒有那麼偉大吧 所以說你就回來再處理一下 那 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好 比如說您進到這個網站 廣告就不用看了 我們看 這邊 這裡 首先第2個步驟 就是把你的照片展露進來 第2個步驟呢 它這裡有一個筆刷 這裡有筆刷 你可以調整四段大小 然後在你要的地方 把它塗一塗 像這樣 最後 按下Play 它就幫你算了 當然如果您要存下來 就直接按這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 步驟很簡單 那麼 這樣 後面同學看得到嗎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 我就把 照片載入進來 那你要 哪一邊的照片 事實上都沒關係 相信大家網路上應該有很多照片 好 那我就來這邊找一找 找我的 OK 這裡 好 我來找這一張好了 知道它載入速度你會發現很快 我這張是做一照片的 這個網站它是用所謂的Flash技術 不是Flash Flash 它的那個 這個 用這個方式做的 用這個方式做的 那所以它 這個呢 它載入 那我先把它稍微 收小一點 好你所你這裡看到的 阿伯坐在這裡就對了 可不可以請他 借過一下 那 你就來這邊來底刷 點一下 它會有一個這個卷軸跑出來有沒有 那你把它 最大那50 那最小當然就是 所以你 調到適當大小之後你就把你不要地方把它塗一塗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試的時候有發現 事實上 你在塗的時候有時候不見得說好像你是全部不要都塗起來 就OK 事實上有時候你可能要做兩次甚至三次 所以不見得說一次就要塗很大的範圍 好那 像我這樣把它塗一塗 好它過多了 好累 OK 它現在開始幫您做計算 民族的範圍 但它算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比較小的話比較快 當然打開大小也有差 但是我這個是 就是書位相片的 阿伯拜拜的 就這麼簡單 你看雲端的很簡單 對不對 那你要存下來 你就讓這個就存下來 所以下次 你如果看到 哪個同學 我不想跟他拍 你不用口頭跟他講 當然這不是萬能的 所以內容感知事實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先把後面還給大家 你可以找 找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照片 可以想要試看看 這種不是萬能的 他不可能說知道 怎麼那麼厲害 人擋住後面是什麼 他還知道 對不對 我們拍照說本來就沒有那個資訊 所以這種 雲端內容感知的部分 他主要適合哪一些照片 就是 你如果是背景是什麼 草地 天空 樹林 那種 比較怎麼樣 比較不容易分辨出說 他 他 的那個形狀的 那麼他就可以根據你周遭的 影像的資訊幫你把 你要擦掉那些地方把它補起來 所以他不是那麼厲害有預知的能力知道後面是誰 所以如果說你後面比如說是 字拉 還是那種線條狀的比如說椅子拉 對不對 那種很明顯的線條的 可能你就不是修一次就可以OK 也許你要兩次三次 他去試 去try 所以你可能 不要想說我一次就要 把他去得很乾淨 有些時候也許你要分次 要兩次三次才能夠成功 handle 好 我不會